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徐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主要是跟大家潛談一下這一次呢 腰尾做了改動之後的複製人效益 到底哪張卡需要複製人 或者是你有抽到多的 那這張到底要不要練 那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首先是納茲的部分 納茲的話我懶人包的話呢 我覺得他是可以不用抽複製人的 最多一張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說你預算不足的話 甚至也不一定要抽到他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他並不是說非常的強勢 那跟其他兩張大獎比起來也沒有特別亮眼 特別是你有龐貝的話 更沒有必要去抽他 那主動技的部分我覺得在其他隊伍裡面的話 撇開納茲自己的隊伍 在其他隊伍裡面的話也沒有說到必要 那所以說我覺得他不是一張需要複製人的卡片 那再來的話露西 懶人包的部分呢 我覺得他至少要一張 至少要一張 那最多的最多的話 兩張就可以了 那因為他改版之後呢 改動之後他只要隊長跟隊友 就可以CD-3了 那你自己再多一張露西的話 就會變成CD3嘛對不對 三張都是CD3 等於是你每回合都可以開技能 那如果說你不是 如果你說你只有一張露西的話 那至少也是三回合可以開兩次 我個人覺得這樣就已經很夠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 一般玩家的話呢 我是覺得抽一張就可以了 也沒有必要去練兩張齁 練兩張的話等於是 你是需要他每回合減傷的功用才要練兩張啦 所以最多練兩張齁 最少最少練一張齁 放在其他隊伍裡面 放在阿克亞裡面也是超強 那再來的話愛爾沙呢 我個人覺得他 比起另外兩張的話 比較值得練複製人 當然 我是覺得也不用太多啦 太多愛爾沙呢 基本上也是娛樂隊啦 因為你放了那麼多愛爾沙 你只是 可以轉比較多的光人符石出來齁 轉比較多的攻擊珠出來 但是你隊伍裡面完全沒有辦法放解版 我覺得也沒有用齁 基本上我覺得至少至少一張 那最多兩張我覺得就極限了 你轉那麼多齁 那其他卡都不用放了嘛對不對 還是偏娛樂的玩法啦 藍人包就是最少一張 最多兩張齁 簡單來說 我覺得他也沒有很必要複製人 因為其實他CDE已經很夠了 你總不可能每回合都要開他吧 那再來的話我們看到葛雷 葛雷的話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我真的是覺得這張卡只能跟那個 朱比亞一起開齁 自己開完全沒有用 那你跟朱比亞一起開的話 其實一張就夠了齁 因為你不可能練兩張葛雷兩張朱比亞吧 雖然這樣子是很爽啊 可能每回合都可以開這個納奇版面 但是實用性呢 這個只是娛樂隊伍啦 實用性一點都不高齁 基本上一張就可以了 但也沒有必練齁 但是像溫蒂的話我個人就覺得他是必練的 那很多人覺得 溫蒂是不是可以複製人 我個人覺得他只要一張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不會每回合都要爆發的齁 基本上 那你主要是要他的這個1.1倍 隊伍技能齁 1.1倍的三維加成 還有他的三顆星 三顆星攻擊珠馬 那變成CDE 還有那一回合還有1.3倍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只要一張就好了齁 不用複製人 但至少至少要一張 因為他放在露西隊裡面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必要的 然後再來的話看到另外三張小獎的部分 而拉格薩斯我自己也是覺得1張就好了啦 他主要就是用來打這個新電擊齁 或者是當作露西的界王拳 新電擊、新進銷這種都可以開 拉格薩斯去撿 我覺得還可以用啦 所以我覺得1張就好了 最多最多頂多2張吧 也沒有必要再練太多了啦 那像這個哥吉爾的部分 他就是標準的功能卡 就是拿來破防的 所以呢 基本上不用複製人 這個應該很明顯吧 那再來的話 米阿珍我自己也覺得1張就好了齁 3回合 放在露西隊裡面的話CD5 3回合 會把星暗轉強 然後所有成員擺毒不清 也應該也沒有那麼多中毒的怪 讓你打啦 這延長移動服飾時間 這個露西隊本身就有延秒了 我覺得應該也不用到15秒那麼久吧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也是1張就夠了齁 那以上就是對這一次 所有的腰尾卡片的 複製人的效益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今天影片都要這邊結束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右下角可以幫我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包包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看到大家